到了老洞家 就在这个楼里边工作了十多年 但是后来我们现在这个部门已经搬走了 脱离了嘛 之前是这个事业单位的企业 现在已经脱离了 变成国企了 就是国资委了 国资委下属的企业 有一些朋友知道 我之前是做留学的 做留学中介的 这里是水一路 希望在水一路能找到停车位 水阴直接 看看有没有位置 看看有没有狗屎运 地面好像有个停车场 是不是啊 感觉是 这都是卖花的 广东的花式也挺好玩的 挺好看的 你好 没什么呀 停车 没有这么大的位置 普通的车位就是一样一样的 没有这么大的 嗯 白高兴了 他说我的车太大 停不进去 其实我能停 但是他不让我停 哈哈哈 嗯 哎呀呀 行 这就是房车进城的情况 我之前上班的时候是9点上班嘛 但是又很早就起来 因为要占车位 太难了 去哪里啊 停车 啊 停车 停不了这么大大大 停不了 就是皮卡 我知道这太长了 停不下 停不进去 我应该觉得可以 不行 我跟你们 因为很小的位 他这个 你停不进去 太长了 啊 不好意思啊 又不给我停 嗯 再继续找吧 哎 啊 这个位置非常好 哈哈哈 哈哈哈 不好意思啊 我没带口罩 你们刚休息啊 你去往哪里回来呀 我就是最近在广东 我就是没地方停车 才找到这位置的 我看过你的视频 感谢感谢 我都没带口罩 你们都洋了吗 洋康了 原来老同事 之前的老同事 我怎么熟悉这个停车场呢 我之前工作过 大概有将近一年吧 在这个楼里上班 我们之前的办公场所 是在水云路旁边 那个办公场所 后来搬到这里来了 然后我辞职 就是在这里辞职的 又来到了这个熟悉的地盘 心生感慨 非常感慨 辣排骨 白蟹鸡 烟鸡鸡 烧鹅 烧鸭 叉烧肉 好 究竟吃个牛肉面吧 吃了个七分饱 剩下了 去房车里休息一下下午办事 刚刚在广州的水云路 这里办了两件事 想去珠江边走一走 溜一溜 回忆一下 之前我在珠江边奔跑的岁月 这三年口罩时期 一场马拉松也没参加过 也没举办 也没有官方可以举办马拉松赛事 我曾经跑了五个全马 四个全马 六个半马 对 我也是跑过马拉松的人 但是我觉得现在让我跑全马 估计跑不下来了 半马应该可以 还输入是我的1A4455K的车牌 那一扫我这个微信 识别是我的原来的车牌 来到了曾经的老东家 感觉有点恍如隔世 其实时间也不长 也才三年 但这三年我感觉过了一个世纪 想想我之前上班的时候 我感觉是上辈子的事了 太遥远了 我是有点选择性遗忘吧 就是不太想起了这些事 二沙岛 之前上班的时候 下班以后就去到二沙岛跑步 那时候大卫还组织了一个跑团 都是美女 美女跑团 我也是团长 小团长 二沙岛的环境特别好 右边是广州交响乐团 这就是来到了珠江边了 珠江边现在好像是不给停车了 以前可以 这不都是在这停吗 哈哈 又来到了珠江边呢 知不记得有一条视频 我是要离开这个广州的时候 来到珠江边骑单车的时候 是准备要告别的哈 一转眼又回来了 哈哈哈哈 世事变幻莫测 好玩 刚到广州的时候是04年吧 然后朋友带我们来这里看了 说对面的房子呢 大概是2万多一瓶 哈哈 我当时就觉得天稳数字 天呐 现在那边可能都有十几万了 以珠江为界 这边呢 广州人管它叫做河北 对面叫做河南 所以之前有说 有一种说法哈 命要河北一张床 不要河南一间房 那我的房子就在河南 可不是这里啊 这里太贵 所以是这边的后边 其实在广东哈 全年全天后 都可以在户外活动 就这一点真好 在车里坐一会儿 剪个小片吧 16比9的小片 9比16的小片 反正车里有人 一般阿瑟都会敲敲车窗 就算了 你就开走就可以了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呢 办完事就撩吧 哦呦 这就是网高峰了朋友 10米后在第二个红绿灯右转 正好是网高峰的 正好是网高峰的 上广州大桥 然后很快就出城了 现在回来广州还为时过早 等我走不动的了 就回来广州养老了 网中的医疗各方面都还可以的 小麻烟走了 拜拜了